华人神经外科医学泰斗 台湾最资深的卫生署长施纯仁 在国际人权日前夕出面反对活摘罪行 他表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与良心犯器官 是全人类的灾难 不尊重生命的政权必定难以生存 当得知台湾一届已经有超过2000位医师 连署反活摘 施纯仁表示欣慰 希望更多人加入行动 他相信这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一行一行仔细过目 一届连述书 神经外科医学泰斗 前卫生署长施纯仁 表态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 及良心犯的器官 违反这个人的意志 要拆取人家的器官 这种事情 这种恶行 他已经不是医疗行为了 这个已经是一个杀人的行为 对不对 所以我想是这个 这种事情 让他这样子横行的话 那就 对人类讲起来是很大的disaster 在那 当过蒋经国李登辉 两位总统的卫生署长 施纯仁制定医疗法等重大政策 健全台湾医疗体系 特别是建立专业脑死判断标准 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然而1987年 台大医院在未报备的情况下 进行全台第一例移植 引来失存人震怒 坚持依法重逞 开出位数有史以来首张法单 施纯仁强调 二十多年前的铁腕不只是保障病人 也是保护医生与医疗制度 被尊为医界恩师 前卫生署长詹启贤 现任署长邱文达 世界神经外科学会会长杜永光等名医 都在失存人门下 在大陆神经外科学界也举足轻重的他 希望更多门生站出来 反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生命的尊重的力量都没有的政府的话 我想将来这个政府绝对不能够生存下去 那个时候一定会发生很大的一种reaction 中国将来会活还是会灭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法轮功的这个事情 我完全赞成这个document 听听这个善良的人的一种建言 那么这个是对中国讲起来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走过台湾一界政界艰难挑战 诗纯仁强调 中共活摘罪恶影响甚至 它会持续关切 新唐人亚特电视 郭英开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